国庆节的前一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乘途114专机到达北京。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周恩来总理,举杯欢迎赫鲁晓夫同志和不远千里而来的各国贵边。 周总理说,可以确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们就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从社会主义各国一起,在和平竞赛中胜过资本主义。 赫鲁晓夫同志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生气蓬勃的革命改造力量的胜利,是伟大的十业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最卓越的事件。 他提议,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苏中两国人民劳不可破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干杯。 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三天六百五十的黎年。 西道华 北政卓一类 来自各地的代表,将从这里听到祖国在过去十年中前进脚步的回响,来自世界各方的朋友,将从这里看到新中国迈进第二十年的壮阔的步伐。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誕生。